歌友店外闹哄哄 一群人不斷推擠 这名蓝衣男子遭到两名男子殴打 一旁的妻子不断上前想要制止 却怎么样也阻止不了两人的怒火 混乱场面竟然是蓝衣男酒醉动手打老婆 16日凌晨4点多 37岁的男子带着妻子前往三重仁爱街的歌友会 没想到烂醉后 开始骚扰隔壁桌的两名男子爆发口角 老板娘和妻子赶紧制止将她拉出店门外 没想到丈夫恼羞竟然动手打太太 妻子将酒醉和客人起冲突的丈夫拉出店外 两名客人随机跟上来通欧这名丈夫 两人殴打完分别骑乘机车和小黄离去 警方货报赶到现场时 丈夫拒绝送医 警方定位监视器 循现通知打人的周男和卫男道案 他们表示不满对方打老婆才会动手 虽然丈夫没有提告 不过警方训后仍以社会秩序维护法 将这两名打人的男子送办 记者杨周盛黄泉新北报道